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台湾媒体6月6日报道 香港女星钟心童 阿娇 在燕门招事件隔眼 曾应艺术家蒋志邀请拍摄一部长 达8分钟的断片0.7%的眼 影片中她从未笑到落泪画面绝美 令人印象深刻 近日该作品更登上北京春亚洲当代艺术春拍 最终以每版30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而该作品全部限量8版 若以每版30万人民币计算 总价值约240万人民币 负责拍摄的讲致透露 该作品拍摄于燕门招事件隔眼 当时阿娇遭到舆论抨击 在记者会上并未落泪 让她认为这是外界 强加给阿娇的要求 因此邀请阿娇来拍摄断片 希望外界用无天价的眼光 来看阿娇的笑与泪 取名为0.7%的盐 则是因为人的泪水 含有0.7%的盐粉 据报道 阿娇6日出席公开活动 被问起0.7%的盐 拍出240万人民币高价一事 反问 我有没有得分 表示已尽自己所能去眼 被问如何帮助入戏 阿娇明显不愿回答 立刻说没有 表示胡思乱想越来入戏 即使0.7%的盐这部作品 在不少影音网站都能搜到 令外界好奇收藏目的为何 据悉 对于录像艺术的收藏 国际上已有交往整标准 首先任何录像作品原则上 最多不能超过八版 录影带外壳 还要有艺术家亲民 创作时间作品长度 以及版权证明等 才能保证 作品出售价格 卓伟终于干了一件好事 这次的爆料让网友们惊呆了 凤凰娱乐 说起娱乐圈低谷 在卓伟真是让无数注目 娱乐圈的人又爱又恨 三天两头爆出一个大落来 也是搞得人金拳不明 最近卓伟更是无底线地 参加一些访谈节目 在线回答几个网友的问题 估计很多明星都有点坐立不安吧 而就是这样的卓伟 最近终于做了一件人事 他在自己的微博上 曝光了现在很多人 都不知道内幕的黑剧组事件 也是让狠 多想要通过跑龙套在娱乐圈 混出头的年轻乙辈们 看懂了很多东西 为了揭秘黑剧组存在的一些内幕 卓伟这一堆狗仔专门找到卧底 根据网上一些招募演员的广告 找到了一个剧组 当时账目信息里清楚地写着提供食素 工资最后可以拿到手有七八千左右 但是进入到这个剧组之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餐费 原本说好的包餐 在这里完全不存在 每一餐要求三十元 这样算起来就算一天 只吃两顿 一个月什么都不干就得去掉两千 最恐怖的是 工资还没有拿到 招募过来的演员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充二千七百的饭卡 就算你想省钱不吃饭 人家也不给你这个机会 不要以为这就算完了 又最终进了剧组的人爆料称 就算你交了钱进来 在剧组里过的也是人 不忍鬼不鬼的生活 如果不按照所谓的头脑指示工作 动不动就会招来一顿 独打33岁刘涛双胞胎妹妹曝光 感情竟比她还坎坷凤凰娱乐前 一阵子欢乐送二一播出 那就意味着刘涛的霸平模式又开始了 这样子说应该大家都很赞同吧 不知道你们对这一期的安迪 有什么想说的呢 真是因为太火了 所以如今刘涛走到哪都会被人认出来 简直是无处藏身 不过正当刘涛想着办法躲着狗仔的镜头时 有一个人去苦于被人误认的尴尬中 他就是曹新闻 一直以来 时不时都 有人会把他误认为是刘涛的 更离谱的是 还有人说他会不会是刘涛的双胞胎妹妹 可见 这两人的长相是有多像 虽然跟刘涛长着一副几乎一样的脸 但是两人的生活却大不相同 甚至准确来说 现在曹新闻应该很羡慕刘涛吧 尤为在感情上 曹新闻更是经受了三番两次的挫折 他总共有两段感情 第一段是跟扎南辰司成的 两人热恋了三年的时光 却无缘走到最后 第二段是他的前夫 是全 外的一位男子 而且这段婚姻是闪婚的 来得快的感情 去得也快 跟丈夫生完两个女儿 没几年 就被抛弃了 如今一个人为了家庭的生计在打拼 其实要说感情的话 刘涛跟他也是有几分的相识 刘涛在遇到网科之前 也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貌似也没有维持过几年 而且跟王科的结合更是戏剧性 从两人相识到结婚 更是用了不到二十天 可谓是真正的闪婚 刘涛跟曹西文唯一不同的是 闪婚的他 是真的遇到了对的人 如今他和王科的感情非常的稳定 而且婚后两人还遇有一双儿女 不过某种程度上说 刘涛的感情生活也比他还不如 当年在嫁给王科的时候 原本以为后半辈子可以衣食无忧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王科的公司却破产了 还欠下巨债 就连王科精神都变得恍惚 为了拯救家庭 吸引的刘涛只好重操就业 再次踏进娱乐圈 历经四年 横接二十五部戏 还清了丈夫所欠下的十几 一债务 更是闯出了如今的名声 可谓是又以理智的典范 如今的刘涛走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 更是欢乐送系列电视剧里面大放光彩 出道多年 除了演技超群以外 还有他那曼妙动人的身姿 曹锡文如今成了一位单亲妈妈 而刘涛成了大家公认的国民贤妻 可能这就是两人最大的差别吧 在欢乐送中吴美各有特色 但是小编没独被刘涛饰演的安迪深深信了 这一位几霸道 冷艳 沉稳于一身的职场女王安迪 无时无刻都在聊人 这演技真的好到没话说 谢谢你 치는没有 这一位定个人 其中不都是 不要